我叫王恬恬,我是打乒乓球 我是香港羽毛球運動員陳浩元 住民街 大家好,我是梁玉榮 我是劉慧恩 我是黃均衡 是南地混革的運動員 我打過五屆殘奧會 其實真的沒有一次會說 比完賽會有一個訪問 因為之前的比賽未必會有香港記者過去 所以這次會有香港記者過去訪問我們 可以讓不同的市民知道 原來我們比賽都有很大的感覺 這次是第一次在電視上有直播我們的比賽 其實真的會多人認識 以前沒有人知道是甚麼事 通常說壓力滾球是否草地滾球 但這次真的會多人認識 什麼是壓力滾球呢 站在頒獎台那裡 那個感覺不是很真實 說不是每個人都站得上去的感覺 對於那邊的義工的印象是挺深刻的 在比賽期間 我們的運動場內 會有一班義工去接紙學 有顏色 例如為你們減壓 又會送紙學給你們 這是我覺得挺特別的事 當我們閉幕禮的時候 我們是坐專車去到場館 在途中有一段路 我看到有一位日本市民 他們駕駛著旗 跟著我們的車 在那裡追著我們 感謝你們來 我覺得那一刻是相當開心的 因為看到當地的市民 都很支持我們每位運動員 在這次比賽上的付出 亦都看到他們的熱情 不只是因為這次的熱潮 而去支持我們 希望在日後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比賽 希望可以先帶到下一屆巴黎茶奧會 希望可以在這個過程 這三年內 多多人支持我們香港的 雙柴人士運動員